二哥老师,有些话有问啊,说在室内种啊,或者在阳台里面种,说不结果子 不结果子,那就受粉了,粉没受重嘛 没有受上粉是吧,那就没受上粉嘛 那敢不敢演示一下怎么受粉嘛 受粉嘛,你要简单一点的话,那就是,基本上就删吧 要不就是,实在不行,给它删一下吧,一天给它删个几遍 反正它只要它那个花朵有抖动的话,粉就从那个漏斗一样的形状,把它漏到那个磁尾上面了 删,删,删,还可以,没事盘盘它,盘盘它,给它抖动 抖动的话,它那个花朵一震动的话,就等于说从那个里面,就落到那个顶端的那个磁尾上面 你如果说有这种光架,铁架子搭的,稍微敲一敲 你仔细看的话,它花朵也是在抖动的 你还有就是,你要是嫌累的话,嫌这夏天累的话,你拿一个小电风扇,是吧 没事一天给它吹个两三面也行的,一次嘛,吹个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意思就是让它那个,模仿外面嘛,等于是风吹的那种那种状态嘛 就是多弄几次的话,应该是会受众的,这边是前几天那个,我从那个盆子移过移栽过来的,它现在已经接了 已经接了,他们说,我种之前他们俩说,夏天不能种三节,温度超过32度,就不开花结果了 我以前几天移的,我还是大盆移过来的,这土还是新的,我们这边现在温度四个度 我大概毛孤孤应该有40好几度,大多是以上吧 还是照常开花结果的,你看基本上移完之后是吧,你看很明显的,因为为什么那个本来是挤到一起的,有点瘦 现在基本上都已经长得粗壮了,胆子已经粗壮了 都在开花结果,而且这个出口率还挺高的 反正上次有点挤嘛,挤的已经瘦了不行了,我说给它直接挪个大位置 现在已经接了,夏天可以挤的,完全可以一秒 对,夏天做也没问题,开花结果也没问题吧 希望都有果子,都在出口了 这是个虎纹 好,今天反正就这么低吧 反正回去多试两下的话,应该结果率会高一点 会高一点 好的,拜拜 快点 好